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身体的不是桃园长庚中医部陈玉生医师 陈玉生一好 文姻好 大家好 曾经被挺人红素青 文姻好 大家好 布建科医师侯中宝 文姻好 大家好 地中海饮食料理新男主厨马可老师 文姻好 大家好 我们来看精彩片段 这下来变点轻轻的按 按了会微微的痛 痛 很痛吗 不会很痛 一点点痛 可忍受痛 有酸吗 但是现在就过分了 有肝哦 你聚焦2.0棒不棒 赞不赞 赞 所以大小就是这样 一根大拇指的大小 其实绝大部分 我们脚上线解决 真的没有原因 然后也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症状 哇 素青怎么了 半年之前跌倒 跌倒之后好像说 现在还有后遗症还没好 对 人年纪大了真的经不得跌 你知道吗 其实它没有跌得很严重 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正在赶时间 那我又喜欢穿夹脚拖鞋 那我穿夹脚拖鞋 要上楼梯的时候呢 最后一接可能 刚好夹脚鞋就卡到楼梯边缘 然后一卡住 人就往前扑盖了嘛 那扑接的结果 人的自然反应 我们就用手去撑 那时候就这个动作 撑呢 撑的动作就觉得自己剧痛 剧痛之后 因为赶时间 我先去做自己的事 做完之后才发现不对 好像应该要做些什么处理 就先去便利店买那个冰块 压住它 然后帮它冰敷 去了急诊室 当时马上做冰袋 马上照X光 确定没有骨折 没有骨裂 本来心里想 没有骨折 没有骨裂 没有事情啊 没有想到这样 一个没有骨折 没有骨裂的摔伤 一直痛到现在 发生什么事情呢 一开始你会发现 我有些握力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像这样子拿 就OK 像这个现在比较轻 我可以拿 我本来是连这样的东西 都拿不动 就我没有办法撑住这个重量 没有办法开罐头 想说那就不开啊 后来不是 它就往上痛 本来这里的痛 一路往上 再往上 最后真的觉得不行 后来就去看医生 医生说 这里好像骨头 这边有点发炎 然后就开始做了什么 蜡疗啊 做了什么 雷射治疗啊 好一阵子 可是我又开始 做比较多手部动作的时候 它就又复发 而且现在一笔就发现 我两手的虎口 这边的肉啊 两边差别就不一样 这边是蓬蓬的有肉 这边就已经变成 扁扁的没有肉了 而且真的 三不五十 它痛起来的时候 真的很奇妙耶 是整只手背都不舒服 肃清说 他做了蜡疗 侯医师特别拍了影片 而且影片是有声音的 边看来边描述 到底什么是蜡疗 它其实叫浅层热疗啦 那它的温度 大概在50到55度 那它其实就像 我们画面这样子 大概要手进去 大概7到8次 然后再戴一个手套 把它温度维持住 大概做15到20分钟 那它主要是针对我们 这个手部的小的关节炎 比如说你手部有一些 那个推弱线关节炎 或是你一些韧带受伤 或是妈妈手 或是你手部有一些肌痛点 你可以做这些蜡疗 那其实它对手部小关节的疗效 都还不错 它有个吸盘 就是要把它吸住的这样子 对 那通常治疗时间 大概10分钟左右 不会有感觉 OK 坐了中间就不会有特别感觉 对对 只有犀利的感觉 现在开始跑了吗 对 现在开始了 它亮红光就开始了 OK 好 对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 近时10分钟 它这个就叫做 雷射治疗 它那个叫低能量雷射 那主要也是针对一些 韧带发炎 或是肌腱炎的 这个治疗 侯医师上前我们来讲 为什么肌肉受伤会久痛不遇 原来问题都在肌痛点 就是说你突然受一个伤 那个肌肉一时间承受太多的压力 那我们正常肌肉 其实它会收缩也会放松 可是你如果突然给它过多压力 它造成里面的一些 这个韧带有一些撕裂 它就会变得愈合 好像就比较不好 它就比较不会放松 那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医所说的气节 你去摸肌肉 你摸到里面好像有一个硬硬的地方 那其实它有点跟肌肉沾黏 里面的能量不足 所以它就没办法放松 所以我们看这个肌肉 我们把它用显微镜如果放大 我们摸到一个局部很痛的点 然后很硬的一块肌肉 它在用电子显微镜把它放大 它这些肌小节是真的结成一块 所以它是真的能量不足 让它放松 所以它就会一直痛 那有的人就说 我只是肌肉紧缝而已 不是休息一阵子就好吗 对 不好意思 肌痛点很多都是不会自己好的 今天侯医师带来这个最新的治疗仪器 它叫做定频微电流频率治疗机 这台机器 它可以做一些很多能量的传递 来治疗它的这个韧带受伤 以及这个肌肉受伤 好 启动了 好 那它做的中间 其实它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那有的人会说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它跟 什么周波那个 低周波 对 因为我觉得它是刺刺的 对 它看起来很像低周波 但是它的能量 其实只有低周波的一千分之一 所以你做的时候 也不会有什么肌肉跳动 肌肉收缩 就是可能有一点像电池的电流 微微的刺刺的 就刺刺的 那这个是一些正常的反应 那你中间不会有太大的 其他的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你有可能会有一些热热的 如果它刚好调到你受伤的频率的话 你就会觉得那个频率做起来 你会热热的 这时候就是 那个东西就是你受伤的地方 治疗这个程式跑完 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多缓解 特别是有些神经痛的患者 因为我们以前治疗神经痛 这个方法没有很多 但是这个电瓶为电流 它可以治疗神经痛 偏头痛真是痛到让人生不如死 历史上曹操 它就是风级偏头痛 真的 只要大家有看过三国演艺 或者电视剧有演到三国 几乎都会演到这一段 就是有关曹操的风级 有人说它应该就是偏头痛 为什么呢 据形容它当时只要发作的时候 除了头痛欲裂之外 它曾经甚至痛到昏厥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剧烈疼痛 而当年代的名医华佗要怎么治疗 他说那就来开颅治疗 曹操这个人深信多疑 什么你想要开我的头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华佗做了这个建议之后 后来当然就送了命 他就杀了华佗 那不只是古代人 其实现代人也常常因为一些 工作压力或奇怪的引发点 就会让他痛起来 像最近当婆婆很有名的钟心灵 心灵就说他其实有时候就是 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也会痛 而且他痛起来就是除了 病病咳咳咳咳 有时候就是有恶心 就是病病咳咳咳咳 有时候从左边痛起来 然后有时候是痛到会想吐 那他形容最有趣的是 他说有时候很害怕开门那一刹 因为当辛苦了一天 然后工作回家 打开门 发现小孩在吵闹 或者一直吵工作 功课没有写完 他就会突然痛起来 因为你知道那种压力大起来的时候 然后很烦躁 他说他就会突然痛 本来一开始都是吃止痛药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 据说其实真的还是要做一些 进一步的处理 包括预防性的用药 或其他甚至肉毒感运输的治疗 所以他才担任了偏头痛大使 就是要跟大家讲 偏头痛真的不能轻忽 好有请治头痛的权威 神经内科王延峰医师 特别说明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 成立了头痛门诊 这个门诊是专看头痛的 所以我们要去分辨说 请问你是哪一种头痛 头痛的痛法有千百种 首先53岁的女性是 这个是祖传头痛 他爸爸妈妈也头痛的意思吗 偏头痛还蛮常见的 在一般的台湾人群里面 大概占10% 男生大概占5% 女生大概占15% 所以以台湾2300万人来说的话 大概200多万人 有偏头痛的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群特别厉害 几乎天天都爱痛 几乎天天都爱吃止痛药 大概占1% 也是说台湾大概有20-30万的人 就像我们这个第一位个案 那这位大姐呢 她就是长期有这个偏头痛的问题 那不晓得要怎么处理呢 就跟妈妈跟阿姨跟姑姑一样的做法 痛起来就喝感冒糖浆 喝感冒糖浆 那感冒糖浆里面呢 除了有这个止痛的药 又有咖啡因 所以喝了精神百倍 而且头痛就变好了 那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戒药 那头痛吃太多止痛药的话会成瘾 那没有把药戒掉的话是不会好的 所以第一个事情应该是要戒药 那我们接下来讲到第二位个案 这个其实是一位医师 那这个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头痛 他就是跟他小朋友在接棒球 不想又滑了一下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起来头很痛 躺上去又好了 所以也不以为意 想说多休息就好了 可是接下来几个礼拜都是这样 起来头很痛 躺上去又好了 那想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后来有一天呢 他就想说 怎么头痛起来也不痛了 那是不是好了 那后来就觉得 他太太觉得他有点怪怪 就送来医院 那一开始头就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呢 看起来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这个打咸饮剂以后 磁症会看到硬脑膜咸饮 那这边脑子有出血 那再来就是这静脉都鼓起来 那所以看到这个特性的话 很容易的 就会想到一个诊断 就是低脑压头痛 那所以呢 这位医师就是摔倒以后呢 脊髓就脑脊髓就渗漏了 我们的大脑很像塑胶袋 装水装豆腐 那这塑胶袋破了以后 水一直流 所以人起来以后脑子就下沉 下沉以后呢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头里面会出血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血块 所以看到这个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找看 什么地方脑机水装在漏 那我们因为有发展出一种新的 这种影像的技术 你就可以看到 原来是这个地方在漏 那所以这怎么治呢 我们就做血液贴片 什么意思呢 就抽他的血 然后打到这个地方去 做一块人血膏 把这个洞给黏起来 所以我们刚刚讲塑胶袋破了嘛 我们弄一个东西把它黏起来 水就不漏了 你看东西合并头痛的辅助 跟另类疗法 有维生素B触的疗法 绑头巾 我们请model进场绑头巾 这个是老祖宗治疗头痛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它缠头巾可以刺激 太阳穴附近的肌肉吗 其实我们看病人走进来 有些时候就会知道 他就是偏头痛的患者 所以他 那所以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这个病人通常头上 会绑一个头巾绑很紧 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吹风头很痛 所以他把头都包起来 那还有一个特性呢 这个病人通常很怕光 所以他大概会戴太阳眼镜 所以你路上如果看 整个包起来戴太阳眼镜 可能不见得是史上model 有的是偏头痛的患者 太阳穴跟周围这些肌肉 它有一些比较大的神经 对 那我们传统的理论上认为 有一个叫门法理论 就大的神经的刺激 会抑制小的神经的活性 那我们疼痛是小的神经来带动 那所以这样子去按摩啦 或者是有人绑头巾绑很紧啦 这就是来刺激大的神经 让这个小的神经的活性 没有办法被传进去 接下来我有请这个是 陈宇生医师 林口长庚医院中医部 他有号称陈两针 陈两针的意思是什么呢 两针下去必定能够解决头痛 所以他曾经帮昏迷不醒的 病人恢复医事 有请洪素卿上场 为什么 因为陈医师要告诉大家 有一个穴道必学 这个穴道叫做紧穴 它有醒脑开窍急救 如果说昏迷了 当然要叫一九 赶快求救 可是在这之前 我们可以做什么 陈医师 现在教大家一个 比较大家都可以做的 就是颈穴 颈穴在哪里 在我们的手指头的末端 我还以为在脖子 颈穴在末端 在末端 颈水的颈 颈 就是说我们说 十二经脉 最末端的穴位 这里总共有六个穴位 大家应该看过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的六脉神界 就是讲这个 用指腹轻轻的按 按在这个指甲的边缘 指甲的边缘 在这个地方 指甲的边缘 这个地方 指甲的边缘 轻轻的按 按会微微的痛 痛 很痛吗 不会很痛 一点点痛 可忍受痛 但是现在就过分了 如果它是昏迷不醒 或者是你觉得说 突然间头痛 你觉得 你的这个 可能有点要晕眩 有点这个 觉得恶心呕吐 那你赶快按 按一按 就按这个穴位 就按这个穴位 稍微有点痛 或者是痛一点 没有关系 这个刺激会比较强 那如果你按了这个 按了大概十几下 你觉得没有效 就按第二个 我们换另外一条 经过来试试看 第二条 它目前这种程度 如果还没有醒 那真的昏厥的 还蛮严重的 再来这条 这是颈隧的按摩 颈隧按摩 其实它带 很多的疼痛 不只是头痛 很多疼痛 都可以协助缓解 百会穴 从这两个穴道 百会穴 在我们的头顶 我们怎么取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正中线 跟两个耳朵 两个耳朵 耳尖的连线的交叉点 这是百会穴 然后我们按 四层充就是它旁边 旁边有四个穴 大概各开 各离它 大概一个手指头 大拇指的距离 四个穴 这个 那我们可以按 可以这样子按 轻轻的按 或者是五个 或者手指头戳在一起 轻轻的按 轻轻的按 前面 旁边 那按这个穴 它可以提神 可以缓解疼痛 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增加 甚至可以做一些保养 我们如果注意力不集中 比较容易健忘的时候 用这个穴都可以 你知道 你有Google过的资料 知道我健忘的问题 另外一个什么叫做假疏头 假疏头就是说 如果说 如果说你觉得你精神很不好 那你觉得你头痛快要发作了 你已经开始有这个前兆的症状 那我们可以自己 透过我们经络的疏导 那怎么做呢 这个自己可以做 就是我们的头 手放在我们的额头上 然后从额头前面往头顶 往我们的枕部 移动到耳朵后面 这个就叫假疏头 好像在疏头 这名字是你取的吗 假疏头 真的有点欠揍 就是头痛的时候 记得假疏头 对假疏头 就是洪素心现在做的 这个动作对吗 因为它重点不是在疏头 重点是在缓解 因为透过这里有 督脉 有膀胱筋 还有胆筋 有一些筋脉 它从这边经过 这是假疏头 你看洪素心 感觉整个人稍微放松了 手指成爪状 指尖轻触头皮 额头沿头顶 往后轻轻推到枕部 再从头顶往下推到耳朵 各推50次 马可老师要送书 这个是高代谢的地中海料理 他自己瘦了36公斤 对 这是我的第四本性书 所以第一次曝光 让大家知道我瘦了36公斤 最近又瘦了 最近又不小心瘦了2公斤 好 可是是健康吃 对 是健康吃 因为他是地中海料理的 型男主厨 是 今天告诉大家 来 先来看电视角 观众朋友拿起相机拍下来 地中海饮食可以缓解体内发炎 预防失质 是的 是有方法的 今天这一道叫做 翠绿葡萄 农夫沙拉 食材油醋这样做吧 对 这个食材其实就是利用葡萄 这道菜的由来 其实是西班牙跟意大利的农夫 他们在酿酒 所以要种很多葡萄 夏天很热 他们就想要吃这个沙拉 每天就摘葡萄来吃 觉得好像没什么有趣 所以他们就把葡萄摘下来之后切开 然后半年他们喜欢吃的火腿 然后橄榄油 亚麻人油 然后做成了一道沙拉 好开心喔 这一整桌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简单 它最重要的其实是要把葡萄切开 就像这样 绿葡萄跟紫葡萄切一半切开 切一半之后 把橄榄油倒下去 哇 对 然后我们再把亚麻人油倒下去 这个亚麻人油的苦味 会略为底葡萄的甜 对没错 让整体的味道更均匀 对那我们知道地中海银食 吃着很大量的坚果 那坚果有 那个很大 很大的美离脂 它也可以治疗我们刚刚说的头痛 所以我们把坚果放进去 那坚果基本上就是原味 就用你喜欢吃的坚果就可以 但是要敲碎 敲碎它跟油在融合的时候呢 会比较入味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放点葡萄醋 让它有点酸酸的 葡萄醋 对葡萄醋 我对你很多的油啊醋啊很好奇 你说橄榄油 还有亚麻人油 还有葡萄醋 是 那最后一定要调味 所以我们就放点黑胡椒 然后放一点盐巴 不要多 不要多 然后放一点起司 下去中和一下 一点起司 一点起司 让它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它像农夫般活力满满 可是提醒是说 葡萄的糖分不低 对 所以摄取的时候 小心就是 不要吃太多 不要吃太多 生菜多吃一点 生菜多吃一点 对 那其实把它拌一拌 让它泡个一两分钟 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葡萄啊 跟油啊 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 有渗透一点 它的那个甜分出来 对 真的好漂亮 你看 对 晶莹剔透的 好漂亮 它就是一个酱汁哦 不要单独去吃它 单独去吃它 它真的就像那个 我已经讲的 吃了会太甜 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选用一些生菜 现在台湾的有机生菜 非常的丰富 那就放在一个碗里面 放好之后呢 为什么要放到一个碗里面呢 因为你要把这个葡萄 腌制过橄榄油的葡萄 当成酱汁 把它下去拌 原来说 对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 葡萄水果直接吃 你把它拌一拌 就像这样 它有时候就是一个观念 对 但那个观念一定要正确 对 所以你想象一下 这一盘沙拉吃下去 对 你就像那个 种葡萄的农夫一样 越种越有活力的感觉 非常有活力 对 今天我们知道说 地中海饮食 很重要的是什么 里面就是橄榄油 哇 所以我们要来品油咯 这四道 我们请主厨来 跟我们说 第一个什么是温杯 第一个是温杯 是因为其实橄榄油啊 它 像现在冬天这么冷 它你直接闻 虽然闻得到香气 可是橄榄油 真正的香气释放 我们在烤品油室的时候 其实差不多是 15到20度 所以你要拿杯子 像这个是专业品油杯 放在你的掌心 然后另外一只手 把它盖起来 哇 盖起来之后呢 然后下面这只手 稍微捏住这个杯子 然后去旋转 摩擦这个杯子 藉由你的体温 传递一点温度 给这杯橄榄油 那橄榄油 就会胜出 它天然的一些果香 就像我们常说的 会有个奶油味啦 或草仙剂 或番茄味 那像我们现在 转了一下之后呢 手不要先打开 要沉住气 然后露出一个小洞 把鼻子臭过去闻 你就会闻出这个 橄榄油的一个青草香 鼻子臭过去闻 我觉得是番茄味 番茄味 有有有青草味 有人觉得有番茄味 有人有青草味 因为橄榄 它是天然草本的一种植物 其实它本来就会有这些 淡淡的一些 天然的水果香气 所以你这样才会闻到 真正的味道 因为你通常拿来煮菜 是闻不到味道 接下来要喝 喝的时候呢 各位来宾要注意了 你喝下去之后 有个动作很好玩 最后来就要措析了 那措析的话 大家看着我这个动作 我当初在学品油社学也很想笑 可是这样你才会 我吃得出来 橄榄油真正的苦味跟辣味 就是你要把你的嘴巴 像金鱼一样这样撅起来 撅起来之后呢 你的舌头啊 舌尖要顶住上额 顶住上额 然后油在哪里呢 油是留在舌根 然后你这样措析 就像我这样 你就会发觉那空气啊 是从两侧进入 那空气从两侧进入 刚好你的油留在舌根 你就可以品到 这个油的苦味跟辣味 就像这样 又干哦 嗯 这个就叫措析 对这个叫措析 侯医师 动作越大声 分数越准哦 如果要考评油师的话 要考评油师的话 身体要有好用 如何 嘴巴可以再撅一点 对 标准动作 有吗 味道就进去了 有点苦苦辣辣的 附健科医师要提供的是 紧缩型头痛油解方啊 怎么做 其实许多人 这个紧缩型头痛 都跟肩颈 肌肉太紧有关 这次都有一肌痛点 会跑去头上 那你就觉得 好像是头太痛 其实是颈部肌肉的问题 那最重要的是保暖 就是你该带围巾就带了 像头巾围巾 这都很好用 那我先跟大家讲 大家很常忽略头痛 是颈部的前面 这个叫斜角肌颈绷 那这个地方的伸展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那我有一个方法 就是像我们这个图上的 那么第一个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颈部伸展 许多人会说 为什么做起来 好像没有效或更痛 他们通常都忽略一个点 就是他没有收下巴 所以我们伸展 第一个要让颈部归位 我们先把下巴收进来 那我会这样点个 大概四到五下 然后停在这里 侧面的话 如果比较好的姿势 你会看到他的 这个头顶 耳朵 肩膀 成一直线 你要在这个姿势下伸展 你才会伸展到 真正我们要伸展的地方 然后于是我们 把下巴收进来 然后 譬如说我要伸展 我们右边的这个颈前侧 那我就把左边的头 左边的手 放到右边的头 然后把手往左后方扳 然后右手把他往下放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这个地方紧紧了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这个肩膀往下压 我们才会伸展到 我们真正要伸展的肌肉 这个叫 这个斜脚肌的伸展 那大概可以维持到 10到15秒 然后一边可以做三次 那我左边也是一样 记得 就是我们这个肩膀往下压 然后手尽量展开 我们才会伸展到 我们真正要伸展的肌肉 那第二个 这是头颊肌 很多人头后面痛 或是头顶痛 这跟头颊肌有关 那头颊肌 就是我们后面这里的肌肉 那这个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第一个 记得要先收下巴 然后我们要伸展后面的话 我们的手就放在另外一边 比如说左手伸展右边的 后面的头颊肌 然后把它往 这个腋下的地方拉 你就会觉得 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紧紧的 红素青太紧了 真的很紧 那你是大概维持伸展 10至15秒 然后做三次 左右都做 坐着 然后把毛巾 放在你的颈部的地方 第一个要做的 你可以先把脖子往后收一下 就跟我们刚才 这个要说 要缩脖子一样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的脖子后面紧紧的 它就紧紧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松掉之后 大概维持个20至30秒 脖子后面的肌肉 就会比较放松 那第二个 如果你觉得你的脖子 真的有哪个地方卡卡了 比如说 像我右边脖子 有时候后面会卡卡的 我就可以用这个毛巾 直接做伸展 那我们 把它毛巾往这边拉 然后一样肩膀往下压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的脖子后面紧紧的 这时候拉伸到我们 脖子后面的小面关节 如果你的关节不要紧绷 你可以这样子拉个 20至34秒 然后也是做个 2至34 然后右边 左边 左后紧的话 我们也是用这个方式放松 然后就会觉得 左后方脖子的 里面关节好像紧紧的 这就是可以有效伸展 到我们颈椎的一些 小面的关节 跳动的东西 那个就是颈动脉 然后再过来慢慢滑 慢慢滑 滑过来另外一侧 就是苏星姐 另外一侧的脚上线 吸气到肚子 马克祖文你吸到胸部去 关于有非常重要 台湾50岁以上的女性 去做超音波检查 5成以上 都有甲状腺节节的问题 我先请肃清告诉大家 其实功夫巨星 李连杰 它就是甲状腺问题 对 很多人都认为说 甲状腺问题 好像是女性专属 事实上男生也会有 尤其这个李连杰 李连杰当时 他为什么发现 他身体的异状 想说为什么功夫王帝 才50几岁 结果被拍到一张照片 看起来像80老翁 但他说到底是光线的问题 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仔细问他 他才说 其实他大概2013年之后 他就深受甲状腺抗禁之苦 他说他多严重 以往我们在荧幕上 看到他的形象 都是虎虎生风 他说他最严重的时候 他是连走路 他都觉得他心脏跳得太快 所以他没有办法 承受这么剧烈的运动 因为那个心脏 他都受不了 他们形容 有时候坐着的时候 就是千军万马 所以他不得已 只好要吃药治疗 可是吃药之后造成的结果 就是大家会看到 他好像忽胖忽瘦 有时候整个人肿起来 有时候就整个人很瘦 原来所有的原因 都是因为 他甲状腺功能的问题 可是他是功能的问题 另外一面有女性 他就是结构上 出了一点问题 他怎么样呢 他是里面医 他其实说 他早年检查 就发现 他有所谓的甲状腺结结 但他不以为意 因为甲状腺结结 可能是良性结 刚才文英有说 50岁以上女性 可能两个里面 就有一个早到结结 所以他没有去注意他 也没有定局去检查 到后来 他后来呢 在一次健康检查 里面就发现说 好像这个应该 好像有点需要 再进一步穿刺 所以穿刺的结果 发现是恶性 我们是甲状腺结结 我有甲状腺抗净 所以我躲得过结结吗 周医师 这两个是 两个不同的故事 刚才苏卿姐 有帮我们整理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甲状腺 正常的甲状腺 在我们男生 猴结的下面 女生猴结不明显 其实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他有抗净的问题 会躲过甲状腺结结吗 很不幸 没有办法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有抗净 或是我没抗净 我就不会有结结 这是两件事情 那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们两大方向要注意 一个叫功能的问题 一个叫结构的问题 甲状腺 在我们柏子猴结的下面 其实它小小的 15到20公克而已 它的大小很老计 我们有一个口诀 大概一定积了起来 我们聚焦2.0 棒不棒 赞不赞 赞 所以大小就是这样 一根大拇指的大小 真的啊 就这样 所以就是4到5公分 厚度大概1公分 所以就是贴在这个地方 那其实目前台湾这个问题 蛮普遍的 不是只有台湾 全世界都一样 那早期啊 我们的食言里面没有加点 所以大家会听过一个东西 叫大脖子 大脖子 大脖子 那时候是因为 我们的食言里面没有加点 对 可是点是制造 甲状腺素 一个很重要的原料 所以你想嘛 如果你的原料缺乏 你的身体会讲说 我既然原料缺乏 我就让我工厂变大 工厂是什么 甲状腺嘛 所以甲状腺就会肿起来 所以那时候政府在民国 50几年的时候 就在食言里面加点 所以目前几乎看不到 大脖子 了解 这件事情了 我们直接这样放上来 有点冰冰的哦 不要吓一跳 这个时候 我们素卿姐的甲状腺 被全台湾的人都看到了 我目前看起来非常非常地均匀 非常非常地漂亮 你看我们就这样滑下来 滑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在跳 我停个音乐 你们看到那个在跳 那个就是素卿姐的颈动脉 在跳的那个就是颈动脉 在跳这个在颈动脉 你们看到一个东西在跳 对 那个就是颈动脉 所以我们可以摸到甲状腺 它其实外面会有一个 跳动的东西 那个就是颈动脉 然后再过来慢慢滑 慢慢滑 滑过来 另外一侧 就是素卿姐 另外一侧的甲状腺 哇也非常非常地漂亮 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 它是漂亮的 对都漂亮的 这样形容好像有点奇怪 不过我都会这样 你的甲状腺非常漂亮 所以不用担心 所以其实超音波是检查 甲状腺最快速又方便的一个方式 一般我们甲状腺解解 只有几个情况下一定要治疗 不然第一个是恶性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是良性的结解 可是你有症状 我常讲两个症状 一个叫外观问题 一个叫吞咽症状 所以如果有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电视墙这边可以看到 外观的问题 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 有没有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一定会想要治疗 为什么 因为就种种的 那时候就需要治疗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可能大家看不懂 我有把它标出来 这个是我们左边 一般我们石道在左边 所以这个结解 看好压在石道上面 所以你有一个东西 一天到压在你的石道上面 你会觉得怎么样 卡卡 怪怪 奶油奶油 就是今天来这样跟你讲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就要考虑去做治疗 另外一个当然是恶性的 你不能像你名一样 你一定要治疗 我们来看一下治疗的方法 同时您来编叙述 到底什么是一个手术的烧灼针 那是什么 这是所谓 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 所谓射频肿瘤烧灼手术 就是一根针这样进来 这个针实体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根针就跟镜头这样一样 就这样慢慢的进来 我们的甲阳线之后 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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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烧掉 然后就把它煮熟 结些煮熟之后 我们的人体 就会慢慢吸收它 如何下针 位置 来 我们脖子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轻轻的这样插进来 就这样进来 然后我们的甲阳线 不是在这个地方吗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这样移动 我们的那个针 我就可以治疗 而且全程 都是半身麻醉 不要 局部麻醉而已 所以你可以跟我讲话 会不会痛 不会痛 相信我会好好安慰 一般接受过 这个治疗方式之后 哪一些情况 它会稍微改善 最明显的 两个问题会改善 第一个外观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吞咽的症状 尤其是吞咽症状 它如果跟你讲 说它以前睡觉 感觉有人掐着它的脖子 通常治疗完一个月 它就跟你说 终于再不会有人 掐住我的脖子了 那外观的问题 很有趣 大概因为要吸收 那个有点像减肥一样 减肥不可能马上 像我们主厨 减到36公斤 那是需要时间 可是外观的问题 大概需要三个月 到六个月 就原本很肿的一块 慢慢就会变消了 它的脖子就会跑出来 就会变成很漂亮的脖子了 知名主厨走过来时路 他怎么回事 当年的他又胖又病 有一天下班回家 主厨你自己讲 你怎么回事 追尖盘滑脱 那时候就是像118这样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 厨师嘛 都要工作到很晚 那很晚之后又没时间吃正餐 就吃了一堆宵夜 那时候回家 就拿了一堆宵夜 要回家跟太太享用的时候 那因为又胖 然后在长时间久站的工作 其实我那时候追尖盘已经滑脱 自己不知道 那我就走上楼梯 我还记得我走到第三阶的时候 我就倒在楼梯间 然后躺在地上 就好像那个腰椎这边被垫到一样 差不多五分钟不能动 可是那时候很可怕 你不能动 你发觉你人是清醒的 对 后来就慢慢地爬爬爬爬上楼 然后按电影 我太太开门 第一句话竟然问我说 你有没有买宵夜回家 结果不是啊 他就叫我赶快去看医生 隔天诊断 就是追尖盘滑脱 到底什么是追尖盘滑脱 OK 那其实这个问题还蛮常见的 那许多人会觉得 我突然腰痛 或是有些坐骨神经痛 屁股痛 那是什么问题 那其实追尖盘滑脱 这个名词有一点奇怪 它其实是两个病症 你把它合起来讲 是两个病症 对对 追尖盘滑脱 其实应该是腰椎滑脱 加追尖盘退化 就正常脊椎 其实是一个弧状的东西 顺顺的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腰椎 你看这两个线 虚线吧 这虚线它没有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所谓的脊椎滑脱 所以你那时候去检查 可能就会比较像这样子 我当年的X光片也是这样 它脱会怎么样 滑脱其实就是这样跑掉 原来如此 这样就是滑脱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你椎盘会磨损 那第二个 你中枢这个脊椎神经 如果你滑脱太多的话 它可能会产生压迫 甚至整个卡住 这个就叫这个脊椎狭窄 那第三个 这个关节你看都跑掉了 所以这关节发炎 那有的严重的是 这个整个关节是断掉的 我们称之为椎公解离 那我们旁边可以看到脊椎神经 你这样一卡 你这神经是被拉到了 所以我们会产生这个坐骨神经压迫 你就会有坐骨神经痛 那其实你如果有一些腰椎滑脱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 核心肌群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叫内核心 它其实就像我们天然的马甲一样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吸气吸到肚子 然后吐气 大概吐到剩三分之一 吐到剩三分之一 然后你维持住 你就会觉得你的肚子里面 深层这个地方有点紧紧的 有hold住的感觉 对对对 好你可以再做一次来 吸气到肚子 马克祖神你吸到胸部去了 吸到肚子里面 这个就是胸式呼吸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吸到肚子 吐气 吐到剩三分之一 哎呦 然后你如果有做正确的话 我在压你这个肚子的地方 你大概吐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那个地方 有个硬硬的鼓起来 对对对 像我现在就是放松 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有启动内核心 它其实就骨盆只会旋转一点点 它就往后旋一点点 这时候你的骨盆 从侧面看起来就会比较正 就是你的耳朵 肩膀 这个外宽 脚踝 就会呈一直线 那这个的话 就是如果你平常 学会了这个呼吸方法 或者是你学会启动你的内核心 就可以减换你的腰椎疼痛问题 就对你有一个天然的护腰 陈医师太厉害了 你要把它碗这样泡在水里面 然后慢慢地让蛋滑进去 缓解膝关节炎 陈医师告诉大家 小红点都贴好了 这几个膝盖的穴位一定必学 是 因为这个如果是关节退化的话 这个股四头肌的张力 它张力太大 这会造成这个关节腔 它到时候会有受损 所以说这个附近的这些穴位 怎么把它放松非常重要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鹤饼 鹤饼鹤饼刚好 刚好是在股四头肌的肌腱 它最后进入到这个膝关节的地方 这个地方 所以我摸的时候就看到 这个膝关节 这个膝关节这个骨头的 它的后面有一个凹陷 这个地方去压 刚好可以压到这个股四头肌的肌腱 下面这个叫做毒鼻 毒鼻就像是牛的鼻子一样 像小牛的鼻子一样 它这边在膝关节的这个骨头 它下面有两个凹陷的地方 这是毒鼻穴 那再往下竹三里 竹三里就是在这个近前肌 近前肌的前缘 大概下面一个手掌 你这个毒鼻穴一个手掌的地方 这是竹三里穴 我们这样左右 弹波 弹波这个筋有酸麻的感觉 里面是雪海 雪海 雪海穴 我们就是拿这个手掌 你握住这个膝盖的骨头 然后点到最后大拇指点的地方 这是雪海穴 这是内侧的部分 内侧的放松 那还有后面 那站起来 转过来 后面我们看到 在这个七国的中间这里 这个是伪中穴 伪中穴 腰背伪中球 对 这是这个伪中穴 好 这一定要学起来 所以这个 这些穴道 大概就可以把我们膝关节附近的肌腱把它放松 陈两针要加码说你要做易筋筋啊 来看看陈医师叫易筋筋 模特跟着做来 他的动作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然后他其实有个名字叫做疏肝泻胆 他做这个动作的要领 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垫脚尖 两手伸直向上 五个手指头要张开来 对张开来 眼睛要看上面 舌头抵上额 然后尽量伸直 最好两个手能够贴到耳朵 通常像这样 他做这个动作身体会晃 对 就代表他的 其实他的重心 他平常的重心 脊椎的重心 其实是有点偏的 所以这个要加以训练 这个其实练这个 也可以练到 这个核心的肌群的部分 好放下来 那这个 这一招 这个招式又叫疏肝泻胆 其实它也是可以缓解压力 如果当我们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做 你可以数 一般我们做是七七四十九下 但是一般人就是你要做 如果你只是放松的话 你可以做大概十五下 十五下三十下 就看看你的情况 接下来我要请陈医师告诉大家 我们看到横标 放松两处肌肉 缓解膝关节痛两招 脚收回来 然后脚掌相对 脚掌相对 然后尽量能够把你的膝盖 能够往下 能够放到 这个很难喔 放到 这个刚开始有点困难 对 可是这个要练习 然后身体 身体往前傾 太强了 我们很多病人 我们教他做 很多病人他脚不会好 其实他一坐下来 他脚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下去 所以我们请他回去慢慢弄 慢慢弄 他的下肢就开始改善了 他的力量也有了 他脚也不会麻 然后他的很多症状也会缓解 如果他不改善 我们光是针灸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必须这样 最好的 最好的这个要求就是说 你的头如果能够碰到脚 更好是吧 那是更好 对 哇 成衣是他很喜欢的啊 大概就是这样 那做大概可以说 这个动作你可以 数个十五下 三十下 一天可以做个五六次 因为我离很远 是 然后我们要让他试着往下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会在那边晃晃晃 就是我要撑住还是真的就是 你要辅助有一个人在背后帮你的忙 这样比较快 五四头肌 隐匿自己做的一个 膝关节痛环节法 放松两处肌肉 好 谢谢陈医师事费 观众朋友拿起你的相机拍下来 这是地中海料理拔的头筹 老师今天要教的是水泼蛋 贝壳面 优格沙拉 他的做法你看自作人写这么多 你拿起相机拍下来 有空要细细的来看好了 其实这道菜里面它就是很简单 把你喜欢吃的水果 然后譬如说我们会煮一些小朋友 喜欢吃的一些贝壳状的意大利面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道沙拉 配成沙拉我们最常会配什么 水煮蛋 对 其实在国外吃沙拉是配水泼蛋 会比较好吃的 把那个蛋黄弄破 跟它一起分 不会煮 其实也教大家一个诀窍 让你的水泼蛋一煮就会很成功 就是你的水泼蛋要先泡澡 水泼蛋先泡澡 对 先泡澡 我们要准备一锅热水 那水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先把它 让它维持 滚了之后呢把火关掉 然后我们倒一点醋下去 泡热水澡 对 泡一点醋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水就不用理它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拿出鸡蛋 那鸡蛋最重要的是我们先拿一个碗 先倒一点水到这个碗里面 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把鸡蛋倒打进去 原来如此 对 这个原理其实就是不要让鸡蛋 直接接触到热水 蛋直接下去一下子就凝固了 所以你要先放到一小碗水里面 放好之后然后连这碗水喔 连碗一起放到水里面 然后慢慢的把蛋放进去 这样你的蛋在凝固呢 它就会非常的完美 哇 太清楚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旋转 旋转下去的时候呢 其他的蛋白呢 它就会在旁边开始凝固 这个时候你的水波蛋 差不多大约五分钟之后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定型 它的沙拉 我们要准备是 预煮好的贝壳面 对 其实贝壳面啊 鼻管面啊都可以 就是小朋友喜欢吃的意大利面 而且比较长条状的 因为长条状做沙拉 夹起来它不好入口 也比较不好吃 这也是合长辈吃的 对 也是合长辈吃 小朋友都很喜欢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优格 优格来了 对 就像我们之前嘛 这个可以补充一点钙质 保持我们的膝盖 我们脊椎好一点 然后再放一点 花花绿绿的这些 补充营养的小番茄啦 黑橄榄啦 黑橄榄 我的地中海银池 超过已经吃了快20年了 对 然后放点毛豆 补充一点豆类的蛋白质 所以你记忆力一定特好 还可以啦 还可以 然后蘋果 蘋果丁 然后再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 拌好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来加点藜麦啦 或是我们刚刚教的坚果啊 其实都是可以的 放点藜麦 把它撒上去 所以真的很多 贝壳面 苹果丁 红黄色小番茄 毛豆仁 红藜麦 希腊优格 橄榄油 海盐 黑胡椒跟蜂蜜 我看你捞起来了 对 而且其实你在煮水波蛋的时候 也很舒压 对 好漂亮喔 像这样 所以你要让它先泡个水之后 然后拿一个有肉勺的 把它捞起来 这样我们的水波蛋就完成了 像这样 就煮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记得要先 一定要的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 我们的沙拉上面 你想要看你在吃这个料理的时候 这一道沙拉你把水波蛋拌开 打开那一刹那 像就像这样 蛋黄流出来的时候 好营养啊 伴着沙拉吃 非常的营养 这也就是充满蛋白质 没错 就像这样 好棒 好漂亮喔 对 然后再往边 大概这个三点钟 就像一个时钟一样这样 没错 没错 就是像我们时钟一样 我们往旁边 每个动作大概停个五至十秒 附健科医师要提供的是缓解冬天湿冷 膝关节痛 这个叫做时钟蹲 有请侯医师跟马可老师 现在冬天 大家都会有膝盖疼痛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两个点 第一个就保暖 你要穿长裤 厚的棉脂的 或是床面有一个吹风机 睡觉前吹吹穴道 起床吹吹或是热水袋 或是第二个最重要就是要做运动 我们左脚站在时钟的正中间 那我们就这个左脚往下蹲 然后脚往这个往前第一个方向 这个就变单脚蹲 我们还可以顺便训练一下平衡 再往边大概这个三点钟 就像一个时钟一样这样 没错 没错 就是像我们时钟一样 我们往旁边 每个动作大概停个五至十秒 那这边是几点 这边大约是四点半 好 我蹲到四点半了 好 来 回来 我们再往六点的方向蹲 往六点的方向蹲 好 大概停五至十秒 那我们再回来 那我们现在到了七点半的方向 七点半很难耶 七点半比较困难 身体会有点扭转 那我们再再蹲九点的方向 九点啊 最难好不好 哇 表示我膝盖还行 好 那晚上十点半 这个就比较困难点 要往这边蹲 原来十点半是最难的 对对对 然后这边蹲完了 我们再换另外一边 一样 十二点开始 十点半 九点 所以它其实在你坐的中间 你已经很大量的训练到 你的股四头肌 在家里的时候 边看电视的时候边坐 然后它可以训练到 各个方向不一样的肌肉 所以可以让你大腿的肌肉 更均衡地训练到 那什么叫做分腿蹲呢 分腿蹲其实就是 我们一开始示范的 这是就比较单纯的 直上直下 这我们可能就是算次数 我们可以做个十至二十下 或是像我在家里 就看电视会边坐 做个三十至五十下 真的很方便 看电视可以边坐 但是这样就训练到肌肉 是比较单纯 所以你可以搭配十充蹲 或是分腿蹲 可以好好的训练四头肌